大家好,我是大發 歡迎來到大發場熱格 你有玩過手游天順FGO嗎? 或者看過最近上映的動畫 中末的女母神 不知道你是否喜歡這種故事 横跨世界各地 不同年代的英雄 如果群聚一觸一較高下 這樣盛大的場面 光是想像是否就讓你熱血沸騰 那這款桌遊一定會滿足你的想像 天下無雙 傳奇之戰 天下無雙是款十分適合雙人的桌遊 玩家要扮演英雄角色 利用手上的手拍打倒對手 遊戲的規則十分簡單 可以移動加抽牌 可以攻擊對手 或者是使用密謀 密謀通常都是這個英雄的特殊能力 這些特殊能力都能讓英雄 揮風靈靈的一面展望無比 加上配合英雄的微縮模型 模型已經有基本的窒息過 看起來頗有質感 都讓一場英雄試技對決 現在在桌上展開 大巴一直對微縮站起很有興趣 無奈要玩的有點規模 摳摳當然不能省 還有細膩的規則 繁瑣的各個角色能力 不管是要組隊還是組軍 都需要花力氣時間 這都讓大巴很難找到一起下場玩的桌遊 而天下無雙則是一款巧妙位於桌遊和微縮 站起中間的遊戲 顯化的卡牌規則讓桌遊人也能快速的享受一場戰鬥 更不用說利用顏色的地圖來判斷遠近距離的方式 簡化的讓人拍案叫絕 輕鬆明瞭 然後遊戲中的加強值 仍然讓遊戲有戰術運用的變化性 但也是這個簡化 把劍小無雄平面化了 沒有背景的角色突如其來的戰鬥 另外角色排庫固定 熟機之後套路相同 難免會覺得有無趣 所以這一款要增加變化性 就是要買更多的貨車 場上也看準這一點 引入了各路英雄 甚至還有恐龍跟低小龍來衝一腳 所以要看更多的四季對決 就在這一款天下無雙傳奇之戰 其實大八一直對微縮戰型很有興趣 可是覺得微縮戰型還要著色 有點麻煩 技術也沒有很好 沒有時間 也沒有錢 錢錢錢 那如果有機會的話 再跟大家介紹我的相關收藏 或是有興趣的東西 那我們大家幫我嘗嘗下次見囉 掰掰 拜拜